瘦肉3肥肉7的比例 加上油葱酥猪油熬煮香浓卤汁 淋在热腾腾的白饭上令人食指大动 这是台湾传统美食卤肉饭 近年来卤肉饭不再只是街边小吃 就连五星级饭店都有它的身影 且经营者也从长辈慢慢交棒给年轻人 以新的经营模式赋予卤肉饭全新面貌 例如有年轻业者就在卤肉饭上 撒上食用金箔 在人来人往的台北新门丁 征服外国旅客的味蕾 国外游客其实看 他们吃到卤肉饭 其实他们就觉得 没有他们想象中的这么的 可能就是油腻感 或是吃起来会腻 所以他们普遍上的反应都是很OK 而且都蛮喜欢台湾卤肉饭这个东西 看见卤肉饭产业的发展潜力 经济部商业司 今年持续举办台湾卤肉饭节 今年活动自8月2号起 在台北车站正式启动 邀集全台20家人气业者 让民众一次享用不同口味 后续还规划台湾美食展 千人百艳半桌吃国饭等活动 做国内推广 商业司还邀集美食专家 学者组成委员会 精选台湾104家特色业者 并推荐十大特色卤肉饭 满足各界对卤肉饭的各种期待 商业司指出 卤肉饭堪称为台湾国饭 不过业者们缺乏行销广告能力 因此商业司多管齐下 要帮助台湾国饭成为 媲美美国麦当劳的国际连锁品牌 第一个我们是用集体行销的方式 就是刚才提到 我们带我们有潜力到各国展店的厂商 就到比如说到日本 到马来西亚去跟去参展 去展示他们的卤肉饭 这第一个就是去参展 那第二个我们会找各国的网红 或者是他们的部落客来台湾采线 实地去吃我们的卤肉饭 然后回去把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吃到的 透过他们的文笔 他们的照相的内容 去把台湾的卤肉饭推销到全世界 商业司9月份也将带着业者 赴日参加Taiwan Plus 2018文化台湾引东京活动 预计会有约70个品牌参加 盼能擦亮台湾卤肉饭的国际招牌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谢嘉欣采访报道